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 其实这次Vlog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主要是终于接种到了肺炎疫苗 想留下个心情记录 从台湾来日本打拼 迈入第七个年头 在2019年底的我 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美 日本有好多有趣的事情 让我急着跟朋友分享 让我贪心的记录下生活有点点滴滴 但我很久很久没有更新日记了 在全球肺炎肆虐这两年 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举个数据化的例子 台湾要是有个单日50例确诊 那叫做大爆发 防疫大破口 但日本 每日确诊是几千甚至几万单位在跑 那日本政府为了防疫做了什么呢 日本为了促进经济 竟然在这个时期 拿着白花银子举办了Go to Travel 的政策 那这活动说简单了 就是要你在肺炎肆虐期间 出门旅游 去外线市旅游 还有高额补助 那愚昧如我真的想不通 这个政策逻辑 那珍惜生命的我 只能躲在家里 理所当然 工作彻底停摆 但是房租 税金 健保 水电瓦斯 柴米油盐酱酥茶 每一样每一样账单 都不会因为有了疫情就不及来 我真的体会到了一句话 没病死的 饿死 这句话真实的发生 而且其实 还在现在进行的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 原来就长这样 不是使徒来袭 也不是灰心壮地球 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你眼睛都看不到的病毒 不过很幸运的 上礼拜 在日本朋友的通知之下 我平时在网上预约抢到了 日本智慧队大规模疫苗接种 抢的过程其实也是千回百转 交道在电脑前面 瞪大眼睛 完全不敢眨下眼睛 紧绷的在抢 人命关天 虽然最后运气很好 我抢到登记权 但我真的其实很不喜欢 抢疫苗这回事 因为疫苗这东西 它不是PS5或是switch 这人命关天 为什么会弄得用抢的呢 但我觉得没办法 这个事态已经发生到这个样子 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意外 台湾有朋友还跟我说 日本是不是都距离打疫苗 或是日本是不是因为疫苗过剩才送台湾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天大乙鹅穿鹅 在我所看到的是 大家都想要打疫苗 但是打不到的居多 不论说是我的朋友 或是我的工作伙伴 那今天很幸运的打了第一剂 一个月后要再来打第二剂 我祈祷所有朋友 也都能够尽快的接种疫苗 我希望这个灾难能够慢慢的稳定平息 我知道政治生活 不会像电影那样子 打了疫苗 指头一弹 迅速恢复一切 但就算世界末日是长这样子 我也不会放弃 感谢观看